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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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张门 所以奇门其实就在我们的胸部下面的这一点 张门呢其实如果你双手这样靠住 就在你这样子 对过去的肋骨的旁边 如果大家找不太到没有关系 就是用刚刚的精油 直接大幅度的搓揉 这边36下 所以通常呢我都是洗完澡的时候 身体还热热的时候就这样搓揉 36下 这是我们第一个运用我们兰华精油的地方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穴位是 是位于我们脚大拇指与第二脚趾中 往内滑到无法延伸的点 就是太冲 这个穴位针对眼睛疲劳 不舒服非常有效 也针对爱发脾气的人 舒缓脾气很有效果 所以为什么常听到怒伤肝 可以滴两到三滴 蓝滑按摩这个穴位 接着另一个穴位 就是三阴胶 这个穴位照顾三条经络 皮筋肝筋跟圣筋 所以非常好用又重要 怎么样找三阴胶呢 就在我们脚踝内侧 骨头上面你自己的四肢 靠近小腿骨头的位置 一样的你可以用蓝滑精油 涂抹整个小腿 然后特别在三阴胶这个穴位 蓝滑精油除了能帮助我们保养 我们的肝胆筋之外呢 最重要它针对脸上的痘痘 是非常有效果的哦 所以你只需要一两滴 滴在你长痘痘的地方 你会发现隔天你的青春痘呢 就消肿了很多 甚至它会帮你化浓 让你整个浓包都变好了哦 那尤其如果脸上有很多豆瓣的朋友呢 蓝滑也可以帮助你去掉这个豆瓣的颜色 那通常呢 平常我也会放在我的保养品里面 所以滴一两滴蓝滑 放在你的日晚霜 它每天就帮你做砂菌 还有去水肿 以及保养美白的功能哦 那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兰花 希望大家会喜欢 那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见 拜拜